马来西亚的弟子莲坛 问 师尊开示早上念六遍 南蒙高王观世音经 全身清净 请问菩萨如何放光加持 两百六十世文集当中的 梦中梦里面是菩萨天心放光 是否观想菩萨天心放光 照射我们六个部位 这个法需要灌顶吗 师尊开示早上念六遍 南蒙高王观世音经 全身清净 请问菩萨如何放光加持 那个你去问 高王观世音 菩萨如何放光加持你 这个高王观世音菩萨 应该会回答 是梦中梦的菩萨天心放光吗 是否观想菩萨天心放光 照射我们六个部位 这个法需要灌顶吗 我问一下 请问 观高王观世音菩萨 也是天心放光加持 这个念高王观世音经 神经的高王观世音菩萨的加持 是不是菩萨天心放光 这个高王观世音 高王观世音菩萨是这样子回答的 不只是天心能放光 高王观世音全身都能够放光 那你六个部位都有光 都能够放光 也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六个部位 都能够放光 照的 所以你身上的六个部位 都有光 高王观世音菩萨 任何一个光来照你 那这个法需要灌顶吗 请指示 他说是的 这个法是需要灌顶的 这个念六遍的 南无高王观世音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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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六遍 观世音菩萨 任何一个部位放光 都可以照你六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